兄弟未争两千亿,一个让老婆八年生四子,一个去美国借父生三包胎。 兄弟未争两千亿,一个让老婆八年生四子,一个去美国借父生三包胎。 前几天公布了最新的大中华区的富豪榜,横击赵叶的主席李肇基以两千多亿的财富反超李嘉诚,成为了排名第三的富豪,同时也成为了香港的首富。 李陶基跟李嘉诚可以说是一时余亮的对手,两个人同样出生于1928年,同样姓李,同样是广东人,同样是香港的四大家族之一,同样是房地产起家,同样是投资的高手,同样生了两个人儿子。 不过唯一不同就是他们的两个儿子。 李肇基与李嘉诚一样,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依然身体非常硬朗。 不过李嘉诚在前几年已经宣布了分家的方案,全部资产都交给大儿子大李,然后将现金都交给李泽凯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在李嘉诚宣布方案后,两个儿子都表现支持父亲的安排。 同时李嘉诚还说了一句,如果他们不满意,可以随时换过来。 不过李肇基显然就烦恼得多,虽然跟李嘉诚一样,只有两个儿子,但是李嘉诚两个儿子都是人竹龙凤,但是李肇基两个儿子却自不类赋。 李肇基在1963年生下了李嘉诚,八年后又生下了李嘉诚。 两个人也是从小在香港长大,然后去外国读书,学完回来就在父亲的公司帮忙。 不过显然他们两个兄弟的能力跟李泽剧李泽凯兄弟的能力有一定的差距。 除了能力上的差距外,这对兄弟明争暗斗更是李肇基烦恼。 大科李嘉诚在读书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女同学拍拖,后来李肇基让命理师给这个女生算命,却算出不利李嘉的结果。 于是一出电视剧的狗血剧情发生了,女方爸妈收了钱,然后爆打鸳鸯。 这件事情,对于李嘉诚影响非常大,他一气之下竟然一直不婚,而且笃信佛教,李嘉诚也成为香港贵公子中的清流,他不喜欢拇指,常常拿住一把扇子出门。 这可吓坏了老爸李肇基。 要知道香港的富豪,许多都是多妻多子,比如说澳门赌王和红就有17个儿女,或英东也有13个子女,连百新也有8个子女。 李肇基只有两个儿子,而且大儿子还不结婚,未来他的两千亿身家如何传承下去。 除了大哥李嘉诚外,李嘉诚也是一直到了35岁才结婚,李嘉诚娶了香港著名女星许子齐。 许子齐当时是前途不错的女明星,不管是身材样貌都是少上之选。 据说许子齐在17岁就认识了李嘉诚,22岁才开始拍拖。 两个人2006年结婚的时候,李肇基非常高兴,花了7个亿在澳大利亚给他们办了婚礼。 更是李肇基更加开心的是两个人在2007年给李嘉生下了第三代。 虽然是一个女孩,但是李嘉也终于算是后继友人了,当时李肇基也已经80岁了。 李嘉诚生下女儿后,立刻成为了恒基肇业的副主席,他只有三年就登上了这个位置,而他的大哥李嘉诚却用了十几年。 许子齐加入李嘉后,就几乎成为生育工具,2009年他又生下了一个女孩。 这个时候李嘉诚终于慌了,不过他依然没有结婚,他选择偷偷去了美国,花了很多时间,选择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代孕的对象。 然后在2010年,一口气生下了三胞胎,三个小男孩取名,智信,智人,智勇。 李肇基非常开心,不顾82岁的高龄亲自飞往美国去看望三个孙子。 当天恒基赵燕也是高调对我公布,李肇基给恒基赵燕1300名员工,每人发了一万元的历史,然后又捐了2000万给香港人安医院,总共花了3300万,取义生生不尽的意思。 这次论到了李嘉诚终于慌了,他让许子齐疯狂地生死,毕竟大哥一次搞了三个男孩,而他只有两个女孩。 于是许子齐在2011年跟2015年又生下了两个男孩。 李肇基到目前还没宣布分家的方案,目前他拥有市值1800多亿的恒基赵燕,他拥有市值仅千亿的中华煤气公司,另外还拥有香港小轮,恒基发展,美丽华酒店, 百江燕气跟港华燕气等公司。 这些资产总计2300亿左右。 李嘉目前看似风平浪静,未来一定又是一出争夺遗产的狗血剧情。 毕竟这种事情在香港已经太多太多,霍英东去世十年,他们儿子还在为他的遗产大官司。 有点投资,感谢。 可以发展 ont,想看来, tod不能再作为我.